大家好 歡迎來到TI的DIY教室 我是迪 今天要教大家做簡單的斷帶耳環 需要的材料如下 一開始我們要先把斷帶不洗的地方剪成平的 然後記得要用打火機燒的給它 就是燒火 讓它聚在一起 然後呢 如果你先做第一 就是現在目前是做第一個的話 距離要怎樣你就可以自己做調整 那因為我現在已經要做第二個了 所以呢 就稍微讓大家 稍微要對一下長度 這樣子你兩邊耳環會不太一樣 首先呢 是先摺三摺 我通常會稍微摺一下再來對 就第一次的時候先隨便亂摺 然後一摺跟一摺之間的距離呢 大概是長0.5公分左右 先一開始先不要捏太緊 要不要斷帶會有痕跡 這樣調整的話會不好調整 好 之後呢 我就會稍微對一下長度 是不是差不多都一樣 稍微給它整理一下 像我第一摺就太長了 第一摺太長的話呢 就要再短一點 這樣 差不多 第二摺 第二摺 好 差不多 第三摺 通常我不會拿持續量說到底要有多長啊 如果就是 比較 就是追求完美的 可以 就是拿持續量 你這樣子就不用用對的 但是我個人是比較懶一點 所以 就一開始我做第一個時候通常蠻隨性的 就是我覺得好看的比例 好看的摺數 下去之後再做另外一邊 其實有時候我做指甲也是這樣 都把它對齊之後呢 上面就要稍微捏緊 下面也不要 下面不要要捏緊喔 要不然你的那個會變 你的耳環會變扁扁的 然後呢 拿出我們的 蝴蝶夾 這次呢我用的應該是八米米的蝴蝶夾 看一下 嗯 八米米的蝴蝶夾 然後呢 把它 夾進去 所以夾進去的時候就已經固定了啦 所以你一開始一定要先調好位置喔 要不然夾下去之後就 GG了 好 之後呢就用力的把它夾緊把它夾好 夾好之後呢我會再用另外一個對 對 然後在這邊呢 剪一個斜角 好 差不多之後斷袋就不需要先放到旁邊 然後這個我們做好的這個 暫時也先放到旁邊去 然後呢 拿出 一段 鐵鍊 這個鐵鍊呢我大概是剪了五公分左右的長度 然後呢 拿出4米米的鐵圈 先把一邊套上去 先把一邊套上去 套好之後呢先把它關閉 好 最後一點先放旁邊 拿出一個T針和一個6米米的白色珠珠 穿進去 然後呢 差不多剪下1公分到1.5公分的長度 其實是適合你要留這邊的長度 要凹成一個環的長度 剪好之後呢剩下這邊呢就把它 用圓嘴前凹成一個環 差不多先像這樣子 然後呢再拿出另外一個4米米的鐵圈 先把它打開 開好之後呢 在剛才另外鐵鍊沒有套鐵圈的那一邊 先穿進鐵鍊 蒸好之後呢把剛才珠珠放進來 然後再關閉 然後呢這邊呢 我這次這個的做法啊 是讓它 就是在 然後示範給大家看 我這次呢做的這個啊 是讓這個珠珠呢 是在那個 斷帶後面呢會落影落線 就是它會在後面 這樣子 那所以這一次呢 既然坐在後面的話 我們這次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先拿出 耳溝 然後耳溝這邊呢 其實有個珠珠跟一個 類似糖王圈這樣 然後把它稍微移 上去一點之後呢 這個 圈就會跑出來 然後 把這個鐵圈打開 打開之後呢 這個有分方向喔 你要稍微看一下 就是 有畫樣的要對準前面 然後把它放進來 然後呢 剛才珠珠這個鐵鏈呢 就直接 就是沒有分方向 直接把另外一邊的鐵圈 放進來就好了 就直接把它放進來 放好之後呢 再利用圓嘴前 把這邊的 開口 關回來 要小心一點 這樣子 稍微的關閉 記得要關緊 好之後就可以把珠珠跟這個 彈簧圈推回來 這樣子 我們就完成了 這個 我覺得這個款式真的也是非常簡單 然後 它帶起來真的會蠻華麗的 就是如果比較喜歡華麗一點的朋友呢 就是我覺得還蠻適合這一款的 那或者是如果你是比較寬的段帶的話啊 就可以直接凹一折在上面 然後大的 這樣子也是 滿有氣勢的 我們今天的教學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今天的教學 請幫我按個喜歡 想看更多的話請按訂閱喔 不要忘記我們有約定 訂閱滿2000 我們就會舉辦抽獎活動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